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光是老师 父母也不尊重我 同学也是 他们歧视我 我也不尊重他们 我的心灵渐渐扭曲 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 我不会去后悔 我知道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一条通向死的路 但我希望我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 认识社会 认识国家 认识到老师的混蛋 让教育业可以改变 他在这个里面自称是什么呢 倒数第一 差生 坏学生 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 认为我的人生毁在了老师手上 就这个孩子 他选择了一条什么样通向死的路呢 就说有一天上晚自习 一个刚来的老师 跟他无冤无仇才来了一个月 这孩子实际上准备了三把刀 你想想现在在山西朔州 你想现在老师是什么个工作气氛 老师在课堂一进教室 就看见这16岁的孩子在这抽烟 那你说抽烟 这老师也得管呢 这老师怎么办 这老师才23岁 对吧 这老师呢 就轻轻走过去 就从他的嘴上把烟拿下来 把他的烟盒拿了 又到别的地方去巡视去了 再巡视到这个学生这的时候 哭吱就是一刀 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场面 这个老师被刺了一刀吧 蒸爬着流着血啊 往这个讲台方向逃 然后这个学生冲过来 勒住老师的脖子 哭吱哭吱又是几刀 生生把这个老师给捅死 这就是山西朔州最近的 就说这个 他最后留下的话是什么话呢 我就是个坏学生 坏到家了 我恨老师 更恨学校 恨国家 恨社会 我要发泄 我要复仇 我要杀老师 他还写出来 写出来 写出来 他现在他们 听说他们家里呢 也挺有钱的 他们家长现在就忙着就是说 一个是孩子这个未成年呢 再一个是不是做这个精神病鉴定 他是不是有可能有精神上的这个问题啊 不过我想这种东西啊 就是反社会的行为啊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嘛 对不对 全世界也有一个 那反社会啊 他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 他是要有一种很粗躁的类型化思考 什么叫类型化思考 就是他为什么恨一个人 你想想看 你恨一个人是很容易的 因为那是很具体的 你觉得他对你不好 他怎么伤害你 你恨他 恨社会是很难的 就是说 因为社会是抽象的 你要把对个别的恨上升到对集体的抽象的恨 恨国家 恨社会是困难的 你要做到这一点 就是你首先要能够把这个对个人的恨投射出去 然后呢 忽略了个体差 比如说他可能呢 他很多老师对他不好 好几个老师对他不好 于是呢 这个老师其实才新来 可能才见过一两次面 但是他已经能够把他归类为 这就是可恨的老师同类人 对 他就说嘛 碰见谁杀谁 就等于比如说有人说恨警察 对不对 就说我管你是哪一个得罪过我的 反正你们都是混蛋 这就是类别化思考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今天中国很严重 就我们很多人 比如说在网上讨论问题也看到 就是一来就类型化 这个人该杀 为什么 因为他是那一类人 这个人该打 因为他是那一类人 这第一 第二 这种反社会的情绪 第二个要件就是你要很暴累 就你的情绪是没办法稳定下来的 你是随时处在一个像一个刺猬一样 鼓章的 随时被人激怒 随时有反应要反弹 这也是今天和中国很普遍的现象嘛 不是吗 还好中国的学校里没枪啊 中国学校没枪 对啊 你如果我们像美国一样 那天天都开枪了 真是 真是 美国那些校园开枪很多人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而且他就不是一个人了 他可以给搞你几十个人 留下的话 就你刚才讲韩国那个纵火杀人的那个 留下的话跟他真的很相似 就一样 韩国警方现在就是说认为这个人呢 很有可能就叫做反社会人格障碍 因为那人留下的话也是这样 我恨这个社会 恨你们全体 他就是这样 但是也有些啊 我跟你说许老师 要不是你这做老师的啊 你可以有感触 就是说 他们说最近这个学生啊 就是九月份开学以来 在上海连续出现四起什么中小学生跳楼 都不堪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压力 轻声 但是我觉得一个挺险乎的一个什么事 一个高三的学生 你知道吗 他呀 把一个同学弄到洗手间 捅了六刀 然后呢 若无其事的要走 是因为在校门口保安看见他身上有血 拦住他 说怎么回事 这才找到那个洗手间 发现那个同学啊 被他捅 奄奄一息 送到医院不治身亡 已经死了 死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同学老考第一 他忌妒 你明白吗 本来呢 他也老考第一 可能是 后来呢 这个同学老比他好一点点 所以呢 因为这个事儿 就能捅一个班里的第一名 捅六刀 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归照 比较大的社会问题考察 也许是属于犯罪心理学的 因为每个时代可能都会有这类的事情 每个社会 你再怎么好的一个社会 它都会有这么个别的 尤其是这一个年龄段 对不对 也许要从犯罪心理学去讨论这些案例 可是像 徐老师 我觉得像这种事儿啊 当然每个国家 每个时代都有了 这种反社会怎么样 可是像这种情绪这么不安稳 比如说你新少年反叛 我们人人都反叛过 但你不容易反叛到就是要杀人 对 我跟你讲 徐老师 这个捅六刀 这是个案 或者是什么犯罪心理 但是呢 对第一名的嫉妒 这可是普遍的 很普遍的 我自己就体验过嫉妒啊 嫉妒像一条毒蛇一样 但是我又把它归咎于社会 我当然不归咎于我自己 我觉得不知道为了什么 比如说上初中的时候 我记得还是上小学 我忘了 我们班 他老考第一 我老考第二 哎呦 我跟你讲 你没体会过那个 我觉得我比思念情人还思念他 那种真的 那种怨毒 你知道吗 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情绪 就是说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一个孩子对于班里的这个第一名 你会那么样的嫉妒呢 这是谁灌输给我的呢 奇怪 我从来没嫉妒人 我只是被人嫉妒 那你老考第一 我捅的就是你 但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好 有不能说好玩 就是值得研究的地方就是 你这种情绪很常见 刚才我们都讲了 你这个情绪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会转化为这个行动 我觉得中国这不只是个别犯罪心理 真的是整个社会的心理 因为我们常常中很容易见到 动不动就打架 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情况 在中国很常见 或者说呢 本来可以好好的把一件事 说完它就行的是 上身到马上就骂人 然后吵架 跟着这寄之动物 你不觉得很常见吗 在中国街头啊 我们身边 这种事是很常见 就我们的这个情绪 一下达到一个爆发口顶点的 这个速度比别人快的 这就是那个哈尔滨那个 给打死那林松岭 那不就两拨吗 一拨是警察穿着便衣的 另一拨是学生嘛 就在酒班门口 就那个车停了太快了 就是哎 说了两句 很容易就打了 就打起来 最后酿成打死一个人嘛 今年是90后开始上大学的这一年 90后 90后登上历史舞台了 那么这是很历史上第一次 独生子女 就是说完全有政策制造的独生子女 进入大学教育制度 呃 大学这个独生子女 他造成了一个 到金字塔的一个社会人格 就比方 以前的家庭 如果是四世同堂的话 嗯 祖父祖母在高面是少数 嗯 子孙下面是多 是这样 那么少数的 他影响力就大 嗯 整个家庭里面 大家会尊重老人的意思 嗯 现在呢 一个家庭 如果过年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几代同堂的时候 最小孩子是家里 全部注意的焦点 嗯 这个道经是他 所以小孩呢 从小呢 这个独生子女呢 就就缺乏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嗯 他们兄弟姐妹之间没有竞争 他在家里是 你看什么都让他嘛 嗯 就是说有钱的 我身上给你尽量砸钱 嗯 没钱的 我给你赔情 嗯 父母就像欠了小孩一样 嗯 那小孩没钱 别人家里买的好东西了 那像他说 你看隔壁家里 有有有什么有些吃吃 啃打鸡了 嗯 我们怎么没吃呢 父母亲就像赔着他一样 给他挤在身上啊 什么什么 所以这一代人上去 这个制度造成的这一代 现在进大学了 而目前的大学呢 是空前的膨胀 中国现在大学是世界第一人数 每年招生五百万 嗯 全部在校大学生现在两千多万 一个加拿大 好假的 中国的大学生就是一个加拿大 或者澳大利亚 一国家的天之交组啊 而且呢这个你要知道 在扩招之前这个只有几十万 嗯 我再给你讲一个数字 四九年之前 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生 加在一起 十二万 哎呦 这家伙 那我我我只是讲几个数字说 虽然有些东西是全世界共性的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的 这么集中呢 是有一些很硬性的条件凑成的 就有这么多的人在家里都是这样被宠了 现在一下子都到了大学 而且五百万的大学 现在一千万人考大学收五百万 所以问题根本不是进大学 而是进好大学 哎 我跟你讲 徐老师 我在报纸上还看过 就说是这个心理学家研究啊 就是可以解释 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看看 就中国的问题 就是说心理学家研究 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人和人之间呢 是要隔着一段距离的 就每个人有一个安全距离 所有动物也是 所有动物都一样 有一个安全距离 当然也许说 比如说英国的安全距离就远一些 美国的近一些 中国是比较近的 对 但是总有一个安全距离 那么这个推演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人口过于拥挤了 比如说过 你想几千万的大学生都拥挤在大学里 这个拥挤本身就会导致心理问题 当然 咱们去眼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说这个推挤挤人 文道就给我们来来推挤挤人 对 因为刚刚你说到这个太过拥挤 人会出问题 所有动物都一样 比如现在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肉食品公司 叫Tyson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集团 他们最有名就是出挤 就比如说你在超市 有时候买美国那种进口 血肠鸡那个就是他们 比如说肯德鸡啊 他们那个鸡也都是他们出 那种鸡它是怎么养的呢 它就是在一个很暗的一个像工厂一样的厂房 每一只鸡呢 从小到大 它养得又很快 吃的那个赤料 就在一个很限定的空间 它一辈子 几十天内没离开过这个范围 那么 所以它有时候大到一个程度 因为它从来就站在那的关系 它有时候那个爪子 已经长在那个铁楼上 那他们又很贴近 就过去 比如说我们农村里头养那个鸡 比较健康吧 它这个鸡呢 大家是挤在一块 后来养胖了嘛 身着 贴着身着 然后他们就很急躁 很急躁就有攻击性 有攻击性就对着对方拼命的咬 所以那种鸡 你到它的机场参观 有人去偷偷进去拍这个纪录片 看到 就它还没去窄 还没去烫掉那个毛的时候 浑身是血 就整个机场 鸡笼在地上都是血 就全给咬出血来 然后这种鸡呢 所以因为它情绪这么不好 所以它身上荷尔蒙呢 就会出一种激素 那个激素全到了肉里面去了 然后人吃了之后 也就进了人 好好痘 好痘 我估计是痘鸡的那种激素 怪不得我们也好痘呢 所以说 现在这些激素去了哪里呢 就到网上去了 现在亏的有一个网啊 网是一个极好的宣泄口 所以大家原谅一点 网上语言暴力啊 多一分啊 街上的暴力啊 就少一丝啊 是吗 就相对来说嘛 能量守恒嘛 陈丹青就跟我 我跟他开玩笑说 我们那个时候是走地鸡 没人来喂给我们吃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读书 都是自己整天在外面 鬼混嘛 我们就语书嘛 就是鬼混嘛 那现在他们条件好了 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讲了 一个是学生这么大的数量 而且大学的概念期待变了 就以前的大学一上来 你就是人才了嘛 你就知识分子了嘛 以前就 我记得我小时候 看到我父亲看参考消息 不让我看 我说为什么这个报纸不能看 他说这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看的 然后我说 我说什么叫高级知识分子嘛 原来那个时候定义是高中生 反右的时候就有说嘛 说全国多少万 高中生以上就算高级知识分子 对 对对对对 现在你 大学生产超级 现在农民啊 辛辛苦苦把家里的小孩 怎么弘扬 弘扬 把他弘进了大学 因为 可是大学里面这么大的一个 批量生产人才的地方 根本不当你一回事 博士硕士都不当一回事 博士硕士一年有几十万 中国大陆 所以说这个竞争的心理 内化成他们的这个心理 你说怎么办 真是特别 我跟你讲 我特别有感受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金字塔呀 说其实 当然咱们的计划生意也是好的 对吧 但是客观存在的 独生子女的确很有问题 这对大家承认的 就是说你说 这不是独生子女自己的错 对 就是这个盗金字塔 你有没有想到 你不管是宠爱的理由 还是期待的理由 但是你能把他压死 对 你知道吗 现在有些大学生啊 我们平常接触一些 我觉得自杀呀 这种心理啊 我开始变得能够理解了 就你知道吧 他这个 他经常走在路上啊 就会有一种什么的 憋死了 就是 他人家不想活了 你知道吗 他是什么憋呢 到底他怎么会觉得 特别憋的气闷呢 因为什么呢 就比如说 好 从小父母亲 对你有那么高的期待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 他的独生子女啊 他也以为自己 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可是呢 大学一毕业 好 看着别的同学 有的出国留学了 有的到大公司了 自己呢 出国没钱呢 家里没那么多钱呢 那那那怎么办 好像找工作 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自己喜欢的事情 自己完全连门都摸不着 是吧 只能去干自己不喜欢的 甚至连不喜欢的工作 你也找不着 然后呢 父母亲呢 也没法沟通 你知道吗 也不理解 也没法沟通 就好像谈恋爱吧 那谈一个不靠谱的 再换一个更不靠谱 就简直你知道吗 对他来说 这个生活 这还会出现另一种状况 一种就是 刚才我们说那种反社会 想自杀 想杀人 怎么样 这是极少数 但是有一种现象 会比较普遍是什么 这是全亚洲的现象 从日本开始 日本甚至更严重 就是一种 集体的自暴自弃 比如说日本呢 过去是出了名 这个国家呢 是上学很严格嘛 对不对 但现在呢 越来越多会发现 他整个小学 已经开始垮掉了 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班级 三四十个学生上课 是一半的 小孩啊 小学生啊 上课是不理老师的 自己聊天 散步 追打 然后你问他 要做功课 怎么样 他全部理你 为什么呢 他们的答案很简单 就是反正功课做不完 反正这个试是考不完 反正是总会考不好的 嗯 就是这个压力太大 你给他压力太大之后呢 他就达到一个境界 他反正我是搞不定的 我没办法满足你们的期望的 对 而且这一代人呢 这亚洲的下面 这一整代人是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因为上一代人生活都很好 就中产阶级父母 或者中国的都市白领 你自己生活好了之后呢 我们的愿望都是希望下一代 维续这个好 或者甚至比我更好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希望他能来做 所以呢 你就给他的 把自己的东西全加到他身上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一代人呢 他在想想他的未来更悲哀 为什么呢 他们这一代独生子女这一代 将来 等到他二三十岁的时候 他要养的老人 比起我们这一代 也就是到金字塔 这真是能压死人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在大学教书整天跟学生在一起 我一讲到学生的这些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都有理由讲 但是我觉得最根本的不在他们身上 就是说你解决清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啊 或种种问题啊 问题都不在他们身上 都是在上面的成年制度上 你设想我去开学生会议 坐满了人上面很多很多名人啊 有地位的什么所长什么教授啊 什么坐在上面 那个闷啊 那个无聊啊 我在想 我现在叫是十八岁 我要坐在下面是个大学生 我看着上面这些人 口吐碰碰的 讲那么多的废话 在那里为了自己的权利 背后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 在讲这些 在搞游戏规则 在争一个理事 在争一个什么东西 我还要不要做这一行啊 我还要不要进这一业啊 我这个几十年 我将来就做你们这样的事情 我才不愿意呢 我站在他们心里下 看反社会人格障碍 就是 你不闷死吗 你还怪大学生闷 你这个看看 你教给人家什么东西 你上面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 社会根本不用去怪大学生 所以我听过那么一句话 就说这个 你失败的上一代 必然孕育出失败的下一代 就是这样 就是你很多人 你那天 咱们是跟王蒙老师做节目 我就觉得 他就说一句话 说对 你二十年 办了外国两百年的事 但是我相信 你也一定积累了 两百年的问题 就是说 我就觉得心理 精神 感受 你是看不见的 我们现在太多的 就是能看见 眼看见的 看他起高楼 对吧 看他什么 你都看 看见的东西 可是你没想到 在这个过程中 这人的这个内心 他的挫败 他的什么扭曲 他根本出发点就错 我前前参加个论坛 教育部来一个人就说 他说现在啊 大学理念 大学精神很重要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 创新人才 中央三身五令 我们要培养创新人才 大学精神可以放一放 等十年 我们创新人才是眼前急需 拜托啊 你没有大学精神 你创什么心啊 什么叫大学精神呢 学术自由啊 独立之人格 是吧 自由之人格 你整个都是一个 学术的行政化 都是一个官员化 你在大学里边 这些学生 现在都专营啊 入党啊 入团啊 我听说大学 不少学生都是官迷 年纪轻轻的 都官迷 今天中国就是这样嘛 比如说 你还怪他们什么嘛 要搞创意 但是问题是呢 不然呢 我可能会算他